主委知事主委局势大众早安 我们来看这个贤首品的十四卷的后半部 请翻开这个科会的五十二页 那佛教基本知识 佛教基本知识的509 那这个贤首品 贤首品是属于 属于在这个第二会 文书施利菩萨为会主 要谈这个实性法门 那谈实性法门呢 从菩萨问名品的十个问题 到进行品的141个愿 现在呢已经进入贤首品 那贤首品的主要的主旨 它是强调 只要你能够前面解行并进 解跟行都修 那一定呢 会有它的功能 一定有它的效用 所以它这一品呢 主要叫做收钱 就是这个实性呢 前面呢 我们说要有信心 为什么 怎么用这个正确的 因果的理解来认识这个事件 所以呢 这前面菩萨问名品 他问了 你要怎么去看到 众生都不同 虽然众生皆能成佛 那因为众生有各种不同的业 但是因为业性是虚妄 所以佛陀说法 佛陀度众生 度了众生呢 每一个 这个不同属性的 这种背景的众生 他依据他自己的法门而得度 那接下来呢 就在进行品当中 实际上 实践 在生命中 你遇到各种任何处境 就是当愿众生 那解跟行 既然已经都 已经有什么 有落实 那自然现在呢 就叫做收钱行愿 诚信得用 那我们在这个 咸手品里面 这一品 大概有什么 一卷半的范围 所以前面呢 他这个 以这个品的架构来分 总共在52页的 这个科会里面 有讲到 我们有整个五个 五个重点 五个重点 他来谈这个 书胜的一种功德 那书胜的功德里面呢 上礼拜我们讲到 发心 发心有什么样子的特质 一个人 他真正对佛法有信心 他就不会为名为利 他就是真心的 互持三宝 供养三宝 然后依法而行 而不会依 邪道而行 那接着呢 在这个第三个部分 所行 所具行为 所具行为里面呢 分成所具备的行 所以你有信心 一个正性的 三宝地址 他应该会有什么行 什么行 他这边呢 就讲到 他会信佛 他会信法 再来他会信身 信佛 信一切 修行圆满的 这个什么 这个自立立他基 圆满的这种果德 那怎么修 相信一切佛法 能够离苦得乐 那这个法呢 有很多种不同的法门 然后信身 身就是亲近 所以呢 这个所信的对象呢 就是有佛法身 然后呢 所具的位 便所具位 是不是 因为 那这个所具的位次呢 当你有信心之后 不断的提升到最后呢 信满成佛 在中间会经历 实信 实住 实行 实回向 所以我们看到呢 这个佛教基本知识 509页 他就告诉我们 我们开始要发心 他会经历 有这几个位次 所以前面叫做 实住 实行 实回向 这三十星呢 就是 第一大阿僧奇节的 一个修行要累积的 功德 所以我们现在呢 开始就看到了 这个 从 正说圣德之后 所具行为 这里 有三十九句 有三十九记啊 这里面呢 就在讲 实住 实行 实回向 乃至于呢 实地 好 那这三十九句 开始呢 我们就是看到 这个 大方广佛 华严经的 四百零七页 四百零七页这里呢 若为诸佛所护念 则能发起菩提心 是不是 我们 怎样可以发菩提心 我们一般呢 不知道什么叫发菩提心 如果你生下来就是 就是 这个 通常我们一般的经历就是 在这个家庭里面 父母亲养 那父母长我们的色身 长养我们的色身 好 那他会不会教你 从小就要发菩提心 没有 就是 从小你就要 好好照顾自己 然后好好长大 以后呢 赚大钱 然后 来好好的孝顺父母 对 所以呢 他养你的目的 希望你以后可以 撑起这个家 好 那到学校去呢 读书 老师教我们知识 各科的老师 那有没有哪一科 叫做发菩提心 这个科 没有 所以呢 从小的 父母亲就是 让我们吃好的 住好的 身体健健康康 长大 就是最基本的需求 再来 你不要做坏孩子 怎样教 不是坏孩子 就是孝顺 就是好孩子 那你要对这个家庭 有贡献 好 那再进一步呢 到学校去 学习一技之长 学习很多的知识 那这里面呢 都没有谈 你的心的问题 好 那真正开始谈 我们的心 可能叫做 公民与道德 那个就好像 是教条式的 所以叫大家 一定要遵守 这个社会规范 但是你只知其然 你只知道 我们不可以做坏事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那直到呢 你有一天 接触到了佛法 可能在这个年轻的时候 你也曾经思考过 人为什么会活着 那为什么我们会来 来来这个事件 要干什么 那这个 这种思维呢 就会 这个很容易呢 你就会归向于 这种哲学的领域 或者是行而上学 所以变成 对一般人来讲 他认为 你在思考这个问题 不夫妻 就是不实用 还不如怎样 如果父母亲 遇到小孩子 问这个问题 妈妈我怎么来的 那我来这里干什么 那通常怎样 就是你长大就知道 是不是 常常就 你长大就知道 或者是 这个问题不错 那我们 这个 你好好的读书 以后你就会懂 那或者是 就扒下去 所以 读书不读书 想这个有的没的 干什么 所以呢 我们就会有很多的 这种 这个 疑问 那直到呢 你遇到了 佛法 这个 所有的宗教里面 它叫我们 要信 但是呢 佛教 叫我们要思考 叫我们要思考 就是你听 听是归听啊 是不是 闻了之后 你要思考 那思考我做什么 要解决我们 心里面的疑问 所以金刚经里面讲 要断疑 才能生性 而不是 你怀着疑问 叫你不准问 你性就对了 是不是 那性就对了 就是迷信 因为你不知道 这其中的过程 然后呢 你因为呢 不知道原因 而全盘推翻 那也是一种执着 所以很多人 就落入 要么就是 于信 就是全部都都信 师父你说什么 我通通都信 不要骗人的 因为我叫你要出家 你也不来 所以 要你成佛 也很难 叫你不要烦恼 更困难 所以呢 这是信 信有时候呢 是建立在一个 于吃的基础上 就是 我只是于中 对不对 那把你这种 这个一笑作终的 这个精神呢 拿来对佛 没有用 是不是 我们除了信 还要知道为什么 所以我们遇到佛法呢 佛陀就直接讲 因为 每一个人都有什么 菩提心 你如果不知道 自己有这个菩提心 你即使学了一切的法门 你还是 不会用 你只是形式上 很虔诚 你都有照 照规矩来 可是你并不了解 为什么佛陀 他讲了这么多的法 他是为了什么 所以我们知道 佛法可以是我们的皈依 然后也可以是我们 离苦得乐 有很多的法门 可是他的根本的问题 是什么 就是你必须要很了解 众生能够成佛的 这个根本 叫做菩提心 所以你看 我们遇到了一切佛 则能发起菩提心 那刚开始很多人说 什么叫菩提心 不懂 那不懂没关系 我们就慢慢的 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 慢慢去体悟 什么叫菩提心 所以在这个 实柱实行实回向 他都还不是真正的 对菩提心 有很清楚的认识 在这个阶段 叫做资良位 就是一边怀着疑问 一边想 到底什么是菩提心 然后慢慢慢慢的 去试着去做 所以到这个地方 若能发起菩提心 什么叫发起菩提心 就像是幼苗 你也不确定 它会不会长成苹果 可是它有发芽 总是有希望 是不是 那苹果 苹果树的芽呢 不一定 每一颗 它到最后都会成就 甚至于有的长出来 它也不一定会结果 但是你没有发芽 就没有开始 那为了要发芽 就要怎样 先播种 那播了这么多种 会不会所有的种子都发芽 也不会 所以修行就像 这个发菩提心 就像播种一样 播了种会不会成佛 不知道 但是你没有播种 绝对没有机会 所以开始播种 发起菩提心 你就会开始修 那修行会越修越熟 因为刚开始不了解 不能理解呢 它就对于这个法门不熟 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 我们以前叫做 行乡对拜 有没有 人家说来拜 就拜 为什么要拜 拜很有功德 很有效 你要不要好 要 那你就拜 是不是 那为什么要拜 所以 这个若能发起菩提心 就会勤修佛功德 那在修佛功德 这修的过程中 慢慢慢慢 就累积了知识 累积了你的福德 累积了智慧 然后慢慢越来越明白 所以呢 在这个阶段呢 其实它就是 在积累我们的福慧资粮 福德智慧 福德智慧呢 累积到什么 这个实柱形这里 对于这个实柱位的定义 在我们看 佛教基本知识 510页 菩萨在此位中 这个实柱位 在这个实柱位 有什么特质 菩萨在此位中 于无上菩提 无上大菩提 创发安住之心 刚刚开始 刚刚开始 创就是刚刚开始 刚刚开始 发心 而且确定 我一定要这样子做 修行是我的 很明确的目标 那但是呢 虽然有修 是不是 勤修佛功德 有修六度 但是还不够殊胜 所以这是这个阶段 所以有修 但是呢 也很肯定 但是不圆满 是不是 就是有做就好 这样 所以这叫做 若能勤修佛功德 那为什么这样 因为我们的福报有限 所以每一个人 都很有心想用功 也很有心想要 利乐有情 可是有时候呢 自顾不暇 是不是 有时候呢 利有未待 有时候呢 因缘不具足 就是你很想要帮助人 可是没有人需要你 那这个也是一种问题 所以勤修佛功德 然后呢 慢慢慢慢修了之后呢 你就等于生在如来家 我们就是属于佛 佛的弟子嘛 就是佛弟 佛的弟弟 佛的孩子 是不是就是如来家 那佛的孩子的 以后就是佛 是法王子 所以呢 在如来家呢 那接着呢 你慢慢就会了解到佛陀 所以刚开始我们修行是被动的 佛陀教我们做什么 我们就做 做做做做 慢慢呢 越来越熟了 你会带人做 就有点像佛这样子 佛陀是什么法门 那这个法门不是 他本来就有一套教材 不是 他是有人有需要的时候 他就有这样子的方法教他 那佛是本来就有一个地方在培训吗 是不是 然后培训好 再派来说佛世界度众生 然后他有很多的资料库 那就 这一次我来讲这个法 不是 他是倒过来 就是众生的需求 他出现了 他就会出现这个法门 来帮助他 所以呢 这时候呢 你要善修 行巧方便 所以 则善修行巧方便 就是我们就很懂得 什么 各种不同的方法 好 那 那我们叫做不经一世 怎样 不长一致 所以如果你的经历很多 你的这个见多是广 你就会发现 好像呢 这个自己就越来越神通广大 可是你如果从小呢 就是生活很稳定 是去上班也是点对点而已 那没有什么其他的刺激 就可能就方法就少 可是方法少并不表示你不会 只是没碰到而已 所以呢 这当我们真正的开始来 广度众生的时候 你度众生越广 接触的人面越广 你能够了解的法门就越多 懂的方法就越多 所以 则若善修行巧方便 然后慢慢的你就会越来越相信谁 相信自己的心 你对那个菩提心啊 就更能够理解 所以它是一个善的循环 你刚开始呢 发了心 发心之后呢 就修 可是你不知道你的心能不能 可不可以做得到 就是透过实践 然后呢 就会越来越发现 原来佛说的是对的 是不是 人人皆可成佛 原来我们只是 没有方法而已 那只要有方法 那一定可以怎样 可以开发这个心 所以你就会 良性循环 就信乐心清静 你就会相信 的确 我们对于这个心 更有信心 所以到实柱行的时候呢 最后就责得增上 最圣心 这个最圣心 其实就一开始的这个 菩提心 是不是 所以这是实柱 那实柱之后呢 这接下来叫做实行 实行 接下来 有了最圣心 接着呢 实行为 就修 菠罗蜜 是不是 前面也有修 可是还没有菠罗蜜 菠罗蜜是什么 菠罗蜜的意思叫做 究竟圆满 是不是 我有布施 可是还是有肉 那我也持戒 可是还是有违犯 那我也修禅定 可是不小心呢 也会遇到一些邪魔外道 所以不够圆满 那现在呢 到了实行为的时候 你真正发起最殊胜的 心清静的 那则常修习菠罗蜜 而且呢 你的菠罗蜜会怎样 是圆满的 布施修 慢慢慢慢就修到 自立立他西圆满 那常修习菠罗蜜 而且确定是 这个叫具足摩合眼 摩合眼是大圣法的意思 就是你对修菩萨行 不会再退失 不会再想说 哎呦 这样子修下去 你有没有办法得度啊 或者是 这众生有没有办法 真正得度啊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你可能会觉得 是不是到最后 还是顾好自己就好 你对佛法的信心呢 就在这个阶段就是 肯定发起大圣心 那肯定发起大圣心呢 就会对于十方三世一切 佛法身 就真正的能够了解 要怎么样去供养佛 以前供佛是有所求 希望佛给我智慧啊 给我神通啊 给我什么吃 给我住 然后给我心想事成 希望如意 现在呢 就真的就是 没有执着的心 也没有想求 想求的这种 那种各种不同的邪念 然后呢 很清净 很如法的 用这一念 无上菩提心 来供养一切佛 那若能 如法供养佛 则能念佛 心不动 这时候的心呢 就不是我们一般 就是 这个只是嘴巴念而已 是时时刻刻 这个心都在佛 那事实上 我们的心 是不是本来就是佛 所以我们的心 如果本来是佛 这个意思呢 就是我们的心 时时刻刻 都依着自己的 清净心 在过生活 就是随时随地 都是保持自己的 真如自信 所以 这叫做念佛 那念佛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 你就越能够相信 一切众生 皆是佛 那我们平常 都看不到佛 对不对 所以这边讲 扯藏堵见无量佛 因为我们都看不见佛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眼中 就是拉磨枯 对不对 有我像 所以我看别人 都不像佛 那等到我们 哪一天呢 这个心 没有我直 没有我像 你就会开始 看到每一个 每一个众生 都是佛 那这次 师父去上海 就遇到一个 那个小朋友 他才十五个月 他妈妈说 他一出生 就很奇妙 那 他都还不会讲话的时候呢 只要听到 那个佛的声音 他就会这样 他就会这拜 然后呢 很多时候呢 他带着那个 小朋友呢 去商场 他都不知道 那里有佛像 他看到 就会看到 小孩子这样子拜 只要朝他拜的 那个方向 就一定会看到佛像 说很奇怪 这么小的小孩 才这个 十五个月 一岁多 一岁多呢 他就会拜 他们家有佛像 每一次呢 这个 他就会 拉着他的妈妈 还不太会讲话 就啊啊啊 这样啊啊 怎么 就是叫他妈妈 要拜佛 这样 所以呢 强迫父母亲 要精进用功 那如果不拜佛 他就不睡觉 他就不做其他事 就是一定要你拜完了 才可以去做其他事情 这样 所以呢 你看 他的心中呢 就随时都是佛 那那一天我就去 就去很好奇 就想说 看看这个孩子 看到我不知道 会有什么反应 对不对 会不会把我当佛像 这样 那结果 就看到他 他看了一眼 他就一直看 眼睛就一直看 刚开始不熟 后来呢 就慢慢的给他看 我手机里面 翻翻翻 刚好翻到一尊佛像 我们残怨的那个 那个蓝色的那个背景的佛像 他就看到就开始 拜那只手机 就一直拜 一直拜 好 然后呢 等到我翻到下一页的时候 他的手呢 就阻止 他要去翻 前面那个佛像 他不要看其他 他要看那个佛像 好 那后来呢 我在他家坐了一下 要走的时候 我就说 走走走 我们去看佛 他竟然要跟我走了 小孩子马上就 还跟他妈妈说再见 这样 就是挥挥手再见 他真的要跟我走 平常都不跟人的 竟然 跟到一个 像那个 出家师父 然后呢 就要跟着师父走 这个就是佛的孩子 有没有 折长赌见 无量佛 我就问他妈妈说 如果他哪一天 要出家怎么办 他说 好啊 好啊 那是 就是随缘 但是这个随缘 就还要看 这孩子的善根 所以他从小呢 就看到佛 就特别的喜欢 听到其他音乐 是摇屁股 听到佛乐 就开始礼佛 这样 所以呢 他很能够分辨 能够分辨 那这是什么 就是他是心中呢 随时随地 都是在跟佛 一样的那种 亲近心 他对于这种 亲近的法 就特别能够感应 所以这个叫做 实行 当我们真正的 心中呢 有很多的 什么 这个 发的这种 殊胜的菩提心 的这种功德 他是随时 都会在我们的 生活中 产生影响 而不是只有你念佛的时候 才会感觉到那种 平静跟殊胜 甚至于 我们在平常 自己的工作 就能够修六度万恨 是不是 那平常呢 我们常常讲 看到这个媒体 很多的 黑心厂商 那就会发现 黑心厂商 不局限在某个行业 每个行业 都有黑心的 但是呢 如果有菩提心 你会发现呢 每个行业 也都有菩萨 是不是 所以 这个不是 行业的问题 这个是 人心的问题 所以 当我们呢 有这种 发心的时候 你在你的 工作的领域 甚至于 在自己的 生活的场域 你都可以 遇到这种 发菩提心的 无量诸佛 那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到 进入到 什么 能够回馈给众生 所以呢 若常 赌见 无量佛 则见如来 体藏住 是不是 我们就会 能够时时刻刻 弃悟佛法 什么叫弃悟佛法 就是我们随时呢 都能够安住 在菩提心 那 悟到了 这个 如来本体 其实是 常住不灭 常住不灭 就是不生不灭 没有开始 也没有结束 始终如一 这叫常住 那 则能如 知法永不灭 是不是 那我们就知道 佛陀是 法身常在 法身常在 那既然 法身常在 我们只是 要不要用而已 那 我们就会 开始呢 就不会被 自己的 先天的条件 后天的环境 所影响 你就可以 时时刻刻 发挥你的 那一念 什么 法身 所以呢 则得 便才 无障碍 若得 便才 无障碍 则能 开眼 无边法 好 那就可以 红法 杜众生 所以在这个 在这个 说婆世界 我们是以 说法 为主要的 杜众生的方式 那在这边呢 我们看到 十回相 来 十回相呢 在 512 512 512 在 第 六行 这个 十回相 这里 菩萨 在 到了 这个位置 到 这个阶段 凡所修行 他的 动机 所有 做的 所有的 一切 都是为了 回向 给一切 众生 就是 他的 所有的 动机 都不是 为自己 那 讲这句话 他也不是 为自己 说 做这件事 他不是 为自己 是为了 利乐 有情 就是 皆为 回向 所以他一开始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他的第一个位置 叫做 救护众生 是不是 度一切 众生 然后 无不众生 不度 无不众生 不度 没有一个 不度的 他每一个 所以 这就是金刚经 里面讲 若 卵生 若胎生 若失生 若化生 有色 无色 有想 无想 我皆令入 无于捏盘 而灭度之 就是 到这个阶段 他每一个 一切众生 他都 他都要度化 但是呢 如是灭度 无量无数 无边众生 怎样 实无众生 得灭度者 这里就是 离众生 想 回向 是不是 我们好不容易 度了一个众生 沾沾自喜 或者是 度了一个众生 度不到 度不了 气得要命 这些都是 执着众生 向 我们刚开始 在 这个修行的过程 一定会 被这个众生 向所左右 那度得好 你就觉得 哇 这个人很有善根 那我很会度 那度不动呢 就说 哦 实在很业障 讲都讲不清 是不是 那就表示呢 我们的这个 众生向还在 那 度一切众生 又没有众生向 这个阶段呢 就是 十回向的 第一个位置 好 那此位菩萨 修行六度 四摄 他是以 什么 大悲心 跟平等心 好 平等的 普度 好 那 而不会 怎样 我们一般都是 清 先度嘛 是不是 我比较 喜欢的 我就先度 输呢 干我 什么事 是不是 就是 你就是 比较跟自己 有关系的 你就会比较在意 好 那有冤 有亲 有分别 好 那如果呢 到这个阶段呢 菩萨度众生 叫做平等 好 那我们以前就是 什么 一般都是不平等 先度人 好 度那只狗 那算了 要不然有的是 只度狗 不度人的 有 现在很多人就是 就是 以狗为尊 这样 好 那孝子贤孙 也很多 所以这都是不平等 那现在呢 就是 利乐一切众生 但是他的方式呢 是 令离 生死苦 得涅槃乐 这样才叫做 救护一切众生 所以 要度众生 不是给他好吃的 让他高兴而已 成欢西夏 这样 不是 不只是这样 还要再进一步 要令他 离 一切苦 得涅槃乐 好 所以离苦 得乐呢 好 那就要方法 因为有时候 我们很想他 离苦得乐 可是他不见得 觉得这样是快乐的 是不是 所以 那个 我这次去 那个 上海 有一个家长 他说 我可不可以 带我小孩 来 然后呢 因为佛法 很好 那可不可以 让他呢 就 那个 出家 跟师父 走了 这样 我说 那你要问一下 他愿不愿意 是不是 有时候家长会很期待 把小孩子呢 就推推推 就把他剃的光头 那剃的光头 他有没有要 是不是 我觉得念佛很好 来规定每天 就要念二十遍 拜三十步 这个 拜什么 法华经 然后呢 要理万佛 规定很多功课 可是 他会不会因此而 不知道这个 修行的快乐 而产生的烦恼 有可能 因为他还不了解 什么叫做念佛 或者是他为什么要 这才刚刚出生 就已经有这么多业障要消 是不是 我们都是 真的 吃了很多苦 你才会知道 佛法教我们 离苦得乐 可是 这个 别人呢 不见得有这种感受 是 每一个人所感受到的 生命的一种 深度 或者是 他的这种 敏锐度是不同的 那我们如果要 度众生 不是要站在我的角度 应该要站在对方 那对方怎么样 让他 离苦 得乐呢 那 这个就需要 智慧 要不然有的人说 我觉得最快乐 就是我喝酒的时候 那难道 你就要给他喝酒吗 也不对 所以 我们要怎么样 改变 这个心里面的 这个烦恼的状态 然后到最后呢 大家真的 就近解脱 所以 这个阶段呢 就已经能够 等一切众生回向 所以回向位 十回向位呢 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 你看 可以怎样 眼开眼无边法 就能够 慈敏 度众生 所以这个十回向的 这个位次 他就是能够开始 度众生 好 前面呢 修 也是 也是度众生啊 是不是 布施 慈戒 忍入 精进 禅定 波尔 可是呢 前面修的 比较多是累积自己的质量 好 那你对众生的射受力 还没有到 这么无碍 但是到十回向的时候呢 因为 你对于 这个菩提心 已经怎样 能够悟到什么 责见如来 体常住了 是不是 已经悟到 他其实是 我们本具的 本能 他是常住真心 那这时候 你就可以用这个心 慈敏 度众生 就可以开始来广大的 无碍的 平等的 普度 好 所以这叫慈敏度众生 好 然后 得得兼顾 大悲心 所以最后呢 到十回向 就是确定 你的菩提心 是不退 而且是兼顾的 好 那十回向 接下来呢 就要登地了 是不是 登地 他说 登地之后 兼顾大悲心 则能爱要圣身法 这是欢喜地 好 若能爱要圣身法 则能舍离 有为过 离构地 好 所以 这个欢喜地 叫做布施 布施波罗蜜圆满 好 你如果呢 这个布施呢 不圆满 其实是因为 我们的心不够 这个 真正的认识 所以你会舍不得 那布施要舍到什么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是不是 那只要有我相 你一定会有舍不得 好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 哎 布施财 简单 但是布施法 不容易 还要布施什么 有些人 哎 这个修得很好 可是呢 他让人看了就很害怕 肃然起敬 有没有 好 那就 那就没有布施 无畏 好 那我们碰到观世音菩萨 我们不会害怕 好 我们在他面前呢 都怎样 随便乱来 你也觉得菩萨都能接受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这个是什么 哎 我们如果真正的呢 能够发起舍财 舍法 舍心 好 连把自己的这种 这个傲慢的心啊 自我的 我向的心啊 你都能够放下的时候呢 你就会真正的 叫做欢喜 好 叫诸佛欢喜 众生欢喜 那众生欢喜 诸佛欢喜 那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 真正的 坚固不退的大悲心 所以呢 这时候呢 对一切法都是欢喜 所以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叫做离构 离构是持戒 持戒让我们清净 持戒的意思呢 其实叫做远离一切的过失 好 那很多人呢 持戒持得很辛苦 好 或者是呢 听到持戒就头很痛 好 所以这样子 我什么都不能做 那意思就是 你本来是怎样 好 什么都能做 叫为所欲为 对不对 但是为所欲为当中 很多的做 其实是很多 含有很多过失的 所以你真正要舍离 有为过 那我们就要去看 那做的这一些 他的行为的结果是什么 如果他的结果是 自害害人 那你不如不做 如果做下去呢 是自利利他 那你就要做 好 所以呢 持戒其实是一个准则 好 就是所谓的准则 我们一般呢 以前就是 我快乐就好 关别人 可是这边的准则 就是有没有 符合因缘果报 如是因如是果 然后利乐一切友情 自利利他 所以呢 这个时候 能够对于法 有很深刻的认识 你才会知道 持戒的一个 真实的 他的一个精神 然后呢 开遮迟饭 就是你什么时候 应该要弹性 什么时候要坚持 什么时候呢 叫做犯 什么时候叫做不犯 所以我们有一个 这个 这次有一个居士就问说 师父请问 请问你睡 你睡觉的时候 都是什么姿势 这样 我想说 竟然要连这个都在问 算是有一个更夸张的 是问那个感情生活 然后呢 还问 请问你这是 是躺着吗 还是 我想说你 为什么要对我们这个 很有兴趣 我说 大部分的时间 一般人睡觉 都是躺着 有什么问题 他说 我听说有一些出家人 修行人 他都是坐着睡 然后我就说 什么叫坐着睡 其实不是叫坐着睡 那个叫做不导单 不导单是没睡 不是坐着睡 所以很多人以为 哎呀 这个不导单的意思就是 这个坐在那边睡 那不对 那只是换姿势睡而已 所以真正的不导单的意思 就是精进的最高层级 什么叫精进最高层级 就是什么叫精进 就是没有休息的 叫做精进嘛 那没有休息 白天要休息 晚上要不要休息 也不休息 所以佛陀在 佛教经里面就讲 中夜诵经 已自消息 是不是 所以意思就是 到半夜 一般人都在睡觉的时候 那修行人 半夜 中夜嘛 也要保持自己的精进力 那保持自己的精进力 恢复自己的体力 最好的方法 叫做诵经 打坐 那很多人就觉得很奇怪 上一次啊 跟师父去禅修啊 结果呢 修完了 回家大睡三天 为什么 太累了 禅修还有太累了 那些基本上禅修 如果你真正到了三昧的境界 他是完全不需要休息的 我们平常为什么需要睡眠 因为我们平常有成劳 那成劳怎么来 因为攀缘心 是不是 分别心 我们的攀缘分别 还有生活当中累积的压力 跟这些奔波的疲劳 所以导致你的身体需要休息 可是当我们的心呢 随时都已经在禅定的境界 哪需要休息 是不是 友善魅力 就不需要休息了嘛 所以这时候呢 就可以修这个叫不导单 就是你都没有在休息的一个 就是所谓的休息 就是心不攀缘 不颠倒 就是真正的休息 那不是坐在那边睡 坐在那边睡是错误的示范 他是因为有这个瞌睡 有昏沉 所以呢 其实我们说 要远离有为过 是我们的一切的心念的起伏啊 如梦幻泡影 可是我们却不知道 而去攀缘它 就会造成 做也不对 不做也不对 所以我们持戒最高的境界 叫做持心戒 这个心不起妄念 就是持戒 可是心已经起妄念 甚至于到最后已经变成行为 他就是粗的 好 所以持戒从先戒最严重的过失 先不做 好 然后呢 慢慢慢慢回到心的解脱 那心的解脱 你这个随时起心动念都不会犯过失 就叫做离构地 所以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叫发光 若能舍离有为过 则能离交慢及放异 若离交慢及放异 则能坚立一切重 所以呢 这到了第三 第四就是发光跟忍忍入 修忍入圆满就是发光地 好 修精进圆满就是宴会地 宴会地就是这个精进波罗蜜 好 再来呢 吉南圣地 就是若能坚立一切重 则处生死无疲厌 若处生死无疲厌 则能永见 无能胜 前面是自己自修 好 是不是 你就可以离交慢啊 离放异啊 好 那精进用功还可以立乐友情 但是呢 立乐友情要去哪里找一切众生 好 在 在净土没有人要给你渡啊 因为大家都已经自己都会了 对不对 所以呢 你要渡 你要渡众生 你必须要去 众生轮回的地方 是不是 哪里最多众生 说服事件最多众生 还有什么 地狱最多众生 对不对 所以你看 地狱不空事不成佛 因为他要渡无量无边的众生 好 那要去找最那个 最多众生的地方 所以上一次那个 美国那个Andy啊 就说师傅 你要不要帮我找那个 去监狱弘法的人 因为美国的监狱 上一次那个监狱的人呢 去问他们这个企业 要不要跟 他们合作 协助那些刚刚假释出狱的 这些犯人 能够比较容易回到这个社会 所以中间呢 需要有一个企业来协助 接受他们暂时 学习一技之长 然后工作 那这个 他就 他就因此就了解一下 在美国的这个监狱里面 有多少人 原来现在呢 美国的监狱有四千多所 四千多座 然后呢 有三百八十万的人 哇 这么多人啊 所以你看 你看你如果 他就说 师傅 这个 如果法师 愿意去度众生的话 那里绝对不缺听众 这样 三百八十万这样 所以你要度一切众生 你跟三十个人比起来 是完全没办法想象 可以想象三百八十万人 然后都是听 然后听佛法这样 所以呢 你看 我们 可是你要知道 这些能够进去的人 都不是普通的 是不是 会被关进去 就是 坐监犯科 要不然就是 也许有冤枉的 但是 还是有一点什么 嫌疑嘛 是 所以呢 你要能够利益一切众生 平常 老老实实过日子的人 都已经这么烦恼了 那更何况 这些已经伤害他人 具体有 作案 犯案的这种嫌疑 这是更不容易 所以呢 要利益一切众生 你必须要在什么 在生死烦恼的这种 这个氛围 乃至于这个场域当中 你能够不被烦恼所迷惑 不被生死所障碍 而且你一再的讲 那一再的度众生 而不体验 这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们上次 有一个居士 他说 哎呀 那个我要找一个 一样是黑道出生的 那个法师 然后我们上一次 就去找这个师父 请他去美国度众生 结果后来呢 他就拒绝我 他说 我们那个好不容易 已经脱离那个背景 那这个能够修行 他就很害怕 如果再去结缘 又没修好 到时候下辈子又跑去当黑道 怎么办 这样 所以呢 想来想去也有道理 你常常结这方面的缘 那个思想 耳濡目染 会被影响 如果没有足够的定力呢 我们在一个很烦恼的人身边 到最后会不会很烦恼 你就每天听他 听他安身叹气 你就够烦了 对不对 那你如果没有足够的定力 或慈悲心 你看听他讲一遍还可以 听他十遍 二十遍 百遍千遍 你就自己都快疯掉了 所以呢 这边讲说 如果你能够呢 坚立一切重 则此处生死无皮焰 你能够处生死无皮焰 其实是因为你前面 有这些基础 所以有足够的智慧定力 然后精进 才能够抵挡 抵挡这个生死的 这种漩涡 所以呢 这叫做极难胜地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你要能够超越 这一切生死烦恼 超越这个轮回 那到这个阶段呢 就责能涌见无能胜 就是最最勇猛的 最精进的 最能够呢 一一挡摆的这种菩萨 所以这个已经到五地了 初地 二地 三地 四地 五地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来看后面的部分 好 现在这里到 409页 409页 最左边 若能涌见无能胜 则能发起大神通 这时候呢 已经到哪里 六地 开始有神通 那神通是为了要 这个表现自己很厉害吗 不是 所以不是 我们在这个五百一十 看一下 十地在哪里 在五百一十六页 五百一十六页的这个地方呢 是解释 初地 二地 二地是离构地 就是借菠罗蜜圆满 第三地是发光地 发光地是忍入菠罗蜜圆满 第四地是宴会地 宴会地是精进菠罗蜜圆满 第五是吉南圣地 吉南圣地 这是禅定菠罗蜜圆满 接着呢 它漏掉一段 在最 就是在五百一十七页这里 它是补充 原书漏印的第六现前地 那现在在补入 现前地的意思是 般若波罗蜜圆满 那 你看 它这个地方说 若能永见无能圣 则能发起大神通 这个神通是 这个智慧的神通 因为它能够了知一切众生 了知一切众生 到了第七地叫做远行地 在这边远行地 此地菩萨 二四六八 五百一十六页的第八行 远行地 此地菩萨为修 无相 所以它这里呢 是 这个 第七地 是第二大阿僧奇节的圆满 就是在 我们对照一下 五零九页 佛教基本知识的五零九页 我们看到这个表 有没有 从初地 二地 三地 四地 五地 六地 七地 有没有 这是第二大阿僧奇节 已经修到要圆满了 好 那这个地方呢 它本来呀 是有相的修 好 有相的修就是 加工用行 好 有在度众生 好 那修 修到这个地方 第七地 它已经修到 从有相要 归于无相 好 归于无相 那从 第八地以后 就 这个叫做 任运而修 好 前面是 有相在修 叫做 加工用行 后面叫做 无工用行 就是你不用 特别 起念 自然 举手 投足 都在 度众生 好 那 平常我们 还会 怎样 我要提起 我的念头 就像我们 刚刚 开始学佛 刚刚 开始学佛 归一 归一之后呢 师父要怎么 让你知道 你已经 跟以前不一样 他就给你 一个证书 对不对 给一个证书 前一天 没有证书的时候 你是不是 就是这个样 今天 有了一个证书 有证明什么 没有什么证明 对不对 还是一个人 对不对 那还会发给你 一条什么 念珠 跟你结缘一条 念珠 那这个念珠 挂在手上 跟没有挂在手上 有没有什么差别 其实 有差别 为什么 因为当你开始 手上挂了一个念珠 你要打人的时候 会不会看到 哎呀 不行 我已经 跟以前不一样了 对不对 我在师父面前 宣示过 众生无边誓愿度 怎么可以 众生无边誓愿打 所以 不可以 不可以 做坏事的时候 就看一下念珠 提起什么 提起我的念 提起念 但是呢 你如果 待久了 就忘记了 有没有 但是有的人 会带到习惯 有一天 手上突然 没有念珠 觉得怎样 好像少了一个什么 那表示 它已经成为 你的一部分 成为一部分 所以到这个修行 也是 刚开始度众生 要特别想 我是菩萨 我要度众生 那我 我看到他 我就要起 我要怎么度他 可是到八地以后呢 就已经不用起了 那前面呢 到这个七地 就叫远行 就是远离 远离一切的 我向 法直 我直跟法直 所以 这里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关键 就是 聚生的烦恼 聚生的 我直 在这个地方 就 全部处理 全部处理 所以 这个七地这边讲 若知一切众生行 则能成就诸群生 能够成就一切众生 你的心中 就是只有众生 而没有我了 那本来 到 刚开始度众生 还有一个我在度众生 到后来呢 到 这个地方 就连 很维系的 那个我的念头 也没有 就是一切都是成就众生 好 若能成就诸众生 则能善设众生志 所以这个地方呢 都是什么 度众生 然后用什么方法 用四色法 用了四色法 让众生得到 无限的功德 好 那 这个时候呢 就表示你的智慧 到达最圆满 是不是还有度众生像 这边 这是第七地 到了第八地呢 就没有要度众生 没有那个念头 可是你举手投足 起心动念 全部都是 利乐友情 所以七地 跟八地 最大的差别 就是 有众生像 跟没有众生像 那 这个地方呢 到八地 再进一步 就看到 这个八地 这里 叫不动地 有没有 此位菩萨 无分别制 叫做 任运 任运相续 任运相续 任运的意思 就是自然 很自然 任就是随意 放任 我任 任运就是 运就是起 起来 起作用 所以不需要特别想 他自然就 散发出一种 很自然的 举手投足的一种 度众生的气质 所以呢 这里叫做 任运相续 然后 而且他是 无分别制 智慧 任运相续 那在这个八地 之前呢 还有 巨生的 我执 巨生的 我执 它是什么定义 我们来看 一下巨生 我执 巨生的 来 五百三十九页 有一个表格 有没有 它在讲 巨生 什么叫做巨生 巨生就是 与生 俱来 我们的烦恼 可以分成 分别跟巨生 分别跟巨生 那我们看 先看 五百三十三页 五百三十三页 这里有 我执 跟 法执 它介绍 我执跟法执 第一个 我执 一切 我执 有两种 一个叫做 巨生 有没有 一个叫做 分别 巨生 我执 的 生起 不依赖 外援 意思就是什么 它就是 内建的 病毒 从什么时候 开始 你是学坏的吗 不是 我本来 就这么坏 所以呢 就是要这样 无始以来 它叫做 虚妄 熏 熄 有没有 所以 它是真的 还是假的 它其实是假的 但是因为 我们一直 不知道它是假的 就是这个 我啊 我不知道它是假的 所以就一直 自我教育 自我教育 这叫做 求生的本能 你看 刚刚出生的小孩 他为什么会哭 我们有没有教他 哎 你要 我们会教什么 你如果要 嗯嗯 你要讲 有没有 可是 他不需要 他还没有教 他就自己哭 哭了 他要引起 大人注意说 哎 你是不是哪里 不舒服 是生病吗 还是肚子饿呢 还是冷了呢 还是怎么样 是不是 那他就是 因为我要活下去 所以他 如果没有 发出讯息 没有人来照顾他 是不是 所以这个叫做 与生俱来的本能 我有求生的 那种意志 那求生的那种 本能就是 叫做 虚妄 熏 熄 内因种子 就是叫做 与生俱来的 俱生我之 好 就是我有一个本能 要保护自己 所以各位 你坐在椅子上 为什么不会跌下去 跌下去危险 所以你会 不自觉的 就会怎样 好 就会要做好 好 那如果睡觉 睡死了 突然听到 会羞出哦 会怎样 就冲出来了 然后呢 等到跑出去 你也不知道 我为什么跑出来的 就是那个本能 就是那个 这个叫聚生我之 为了要让我活下去 那从一出生 就已经这样 叫做不依赖外源 不需要人交 好 那后面呢 他恒常 与五蕴生 聚食生起 所以五蕴生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 色受想行事 一出生就宰 好 所以你会觉得很正常 人不为己 怎样 天诸地灭啊 每个人都要活 每个人都有 这个求生的本能 好 那再来我们看 五百三十四页 第二段这里 有没有分别我之 有没有看到分别我之 好 分别我之 既需戒 内因种子 好 就是它是内建的 但是 要靠 外源 帮助 好 譬如说 我们教小朋友 你会教 我是你的谁 有没有 我是你阿嬷 啊 你是我的谁 好 我是你的孙 啊 你要爱谁 我要爱阿嬷 有没有 是不是 好 你如果看到 不是 不是姐姐 不是爸爸 不是妈妈 不是阿嬷 如果有一个奇怪的叔叔 说要带你去儿童乐园 你要不要去 不可以去 是不是 就要让他 要怎样 要认清楚我 啊 你长大要做什么 我要做消防员 要受我 做消防员 做疑心 知道吗 是不是 这个叫做我职 就是 我的期待会投射在小孩 然后呢 你就要分别 你要分别 不要把自己家里面的事情 跟隔壁那个王大妈讲 知道吗 是不是 所以我们会教他 要怎样 你不要跟那个小明玩 他爸爸妈妈很坏 我们就会有这种教学 那这个教的过程呢 其实我们只是教他保护自己 是不是 然后呢 保护自己的方式 只是我们用我们自己认为的方式 去保护自己 所以媳妇熬成婆 我就要怎样 反过来 虐待媳妇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我要用 把我的所受的委屈 转移 到别人身上 所以这个叫做 分别 被教坏的 有时候是 有时候是 环境的影响 有时候是什么 我们打开电视 每个人都是为了我 在奋斗 所以这个世界上 大部分的人 通通都是为我而生存 所以你理所当然 你从来 不会有一个人说 小孩子一出生 就教他金刚经 因无所助而生其心 对不对 这样子你怎么生活 我们就会担心说 他真的太善良 会被欺负 所以你就教他 要有一技之长 要不然你会被 怎么样 淘汰 那你如果没有一技之长 至少要很凶 是不是 输人不输丁 对不对 所以 这个叫做分别 所以他是外来的 好 那这个外来 跟加上内在 是不是就会 正真上 就越来越强 那个执着 就会根深蒂固 好 那现在呢 他就讲说 他是 非与生俱始而有 不是生来就有 他需要怎样 外源的 邪师 邪教 加上 邪思维 好 所以如果 有人说 我其实本性不坏 我只是被误导 请问是对的 还是不对 你如果没有邪思维 你怎么会相应 是不是 所以呢 一个巴掌拍不响 都说都是别人 把你带坏 其实你自己也是 有那个坏胚子 所以叫邪思维 那怎么办 这个执着呢 要什么时候改 在这一段的最后 这一段最后呢 他说 这两种分别我执 最后这一段的 分别我执 形象出谋 很容易发现 所以你身边的人 我执很重 你知不知道 一看就马知道 傲慢的不得了 阿生啊 没什么漂亮 每天都说自己最漂亮 有没有 一看就知道 这个人很贪 你看得到吗 这个人脾气很坏 看得到 这个人很固执 都看得到 所以他明显 明显 那大家的症状不太一样 可是都一样 都叫做分别我执 那很容易断 什么时候断 叫做真见到 所以这个地方 叫做出地还喜地 到出地 破了分别我执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当你一个人没有我执 他其实是人见还喜 当一个人我执很重 大家看了就是害逃 有没有 好 所以呢 真见到位的时候呢 就能够消除分别我执 好 但是聚生我执 五三四页的 这个最前面 二四 第四行 有没有看到 这两种中间 这两种聚生我执 是五始以来的 熏习 惯习 都是习惯了 有没有 习惯了是不是很难改 体相为隐 形象极细 故很难断除 所以呢 你就直接放弃好了 这是很难嘛 可是很难能不能 还是能 他什么时候断除 见到以后修到实地的时候 术术不断休息 术术就是要一直修 一直修 修到什么时候 他可以处理 来 五百三十九页 你看五百三十九页呢 这里就讲聚生 聚生的福跟断 福就是 让他不要出来作乱 家里面有一个乱源 那最简单的就是怎样 把他关起来 对不对 但是呢 你没办法除他 你只能 先不要让他发作 有没有 所以 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 都有点情绪问题 然后都有一点什么 精神病对不对 那你只要不要发作就好 人家就看不出来 对不对 你不要出来乱 所以我的脾气不好 没关系 你不要发脾气就好 是不是 那我们本来每个人都脾气不好 那这个就是有烦恼 所以他就是有福 然后到什么时候 你可以彻底的断 各位 只有一个时候才会断 所以我们看 他这边讲现行 有没有 现行的意思就是出来活动 种子 种子就是 就是这个 在 就是在我们的八世田里面 本来就存在的这种功能 所以这个种子呢 我们看 不管 你看 现行种子习气 现行种子习气 有没有 你看到那个种子 什么时候断 种子都是金刚无间道断 有没有 第七世的这个种子也是金刚无间道断 这个巨生 所支障的 都 只要是种子 他都是只有一个时候会断 叫做金刚无间道 意思就是 你要真正完全没有任何的那种 就是你的心的本性完全清净 只有到佛 叫金刚无间道 那我们就要等到成佛才会就近解脱 那前面怎么办 前面就让他不要发作就很厉害 所以只要让他不要起现行 不要出来活动 他就就已经是相当有功夫了 是不是 好 所以呢 我们说 哎呀 怎么办 师父 我脾气很不好 没关系 能忍就好 忍不住怎么办 忍不住 不要伤害别人 你快忍不住的时候 赶快躲起来 自我伤害一下 你不要出来 爪爪蛇 危害世间 所以呢 斩草要怎样 除根 可是斩不了草就怎样 藏藏除就好 是不是 好 就是石头给他压着 不要让他跑出来 好 所以这个叫现行 我们看到现行 巨生烦恼障 巨生烦恼障就是巨生我执 巨生我执 他要什么时候 可以不出来 我们有没有看到 现行的地方叫做 地前见服 出地以上顿服 有没有看到这句 这个是出地 对不对 第一个 好 巨生烦恼障 还有一个很维系的 在第七世 第七世现行这个地方 出地以上见服 有没有看到 第几地 永服 八地 有没有 好 这里有一个八地 好 再来看巨生所支障 前六世相应的 线行 地前见服 第几地 永服 第八地 有没有发现 第八地好重要 有没有 所以第八地呢 其实是把 巨生的 我执 跟巨生的 法治 都处理 大部分的 这个烦恼 通通都处理 叫做永服 全部压下来了 全部压下来了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 所以这个地叫什么地 不动地 有没有 烦恼怎样都动不了了 好 是不是 所以全部 就像 就像我们那个 震报部队 把这个 所有的这个 暴徒都 什么 就地伏法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这个八地呢 在这个阶段 因为有 非常 殊胜的 智慧 叫做什么 什么 无相的 智慧 有没有 好 所以无相 而且它是 任运 一直现前 所以当你有 智慧的时候 你那个烦恼 就就没有了 那我们会 烦恼就是 一时之间 这个 无名 所以烦恼 又冒出来 好 那你如果 一直都是 延续着你的智慧 随时都有决心 基本上就 烦恼就不会出来 怕的就是 我们给自己的心 有失去理智的 时间 好 那如果没有 基本上 每一个人 都会像佛一样 好 那现在就是 这个八地就在讲 若具最甚至方便 有没有 这个最殊胜的智慧 如果具备这样子 则助勇猛 无上道 若助勇猛 无上道 则能 催舔 朱某力 这时候叫做 不动地的 所以所有的境界都不是 都不是障碍了 那这个魔 就叫做 魔罗 魔罗就是障碍的意思 那什么叫障碍 我们就有什么魔 这边就讲 四魔 什么叫四魔 第一个就是什么 就是死魔 我们就最怕的就是死魔 然后再来呢 五音魔 就是欲望 我们的欲望 就是五音 就是色受想行事 五音魔 然后还有什么魔 还有睡魔 有没有 我们就很害怕 就是烦恼魔 五音魔 五音魔就是烦恼魔 然后呢 有什么睡魔 还有生死死魔 然后最后呢 还有一个魔 叫做天魔 但是这个天魔啊 在我们刚刚开始 在还有我执的时候呢 他还不会对我们怎么样 他不会考我们 因为我们都被自己 考倒了 所以呢 这个四魔呢 指就是烦恼魔 睡魔 五音魔 还有死魔 那这个几个魔呢 如果我们要超越它 最根本的方法 就是破除聚生的我执 那破除聚生的我执 那就修什么 修殊胜的无相智慧 就是最深智 所以以无相智呢 让它一直不断的现前 那一直不断的现前 那就会至于不退地 不退地就不动了嘛 你的心不退 至于不退地就正到无身法忍 这个地方就叫无身法忍 而且它的无身法忍是生的 出地以上就已经有无身法忍 但是这个智慧还不够殊胜 要到什么 要到八地 到了八地这个地方呢 你成佛绝对没有问题 所以在八地这个地方 诸佛就为你受祭 所以等于是这个准博士啊 快毕业了 这候选人 就是受祭 那这个受祭成佛 这是八地 那剩下一点点而已 八地 九地 十地 一下子就到了 所以这个地方呢 是非常关键 就是八地 从七地要到八地 菩萨就有一个考验 因为你以前该度的众生都度完了 接着呢 好 这个八地是不度众生 但是它都在度 不度而度 前面是度而无度 是不是 度化众生而不执着众生相 那到的八地是 没有度众生 但是都在度众生 叫不度而度 所以这两个层次不太一样 那从这个七地要过度到八地的时候 很容易 因为远行嘛 远行 那以前度众生 要在众生当中度 现在没有 不需要度众生的 不度了 不度了 你还会不会度众生 就不容易起那个慈悲心 好 所以观世音菩萨呢 就有一个因缘 在这个经典里面就讲 它在这个七地要到八地的时候呢 因为众生 难调难辅 所以呢 就想要怎样 想要不要度众生了 结果不度众生 它就违背了 它过去的那个愿力 是不是 它过去发了一个愿 它说 如果我有一天退失菩提心 我愿意干脑俱碎 就是整个头都爆炸啦 全身都怎样裂开 都没有关系 就是它要发愿 所以 这个是它的愿力 所以如果你读这个大悲战 它说 如果我没有度众生 如果众生 学佛而没有成就 那我试不成正觉 所以它又发了很多试 结果就在这个地方呢 它就 诶 沉到这个空性里面 因为无相嘛 无相它就 七地有一个成空难 所以七地要到八地的时候 有可能就 这个整个完全都住到这个空性里面 住到空性而不出来度众生 所以这个难叫做七地成空难 那结果它在这个地方呢 没有办法再继续发菩提心 然后它果然呢 它的这个过去的愿力 就应验 全身就 这个头啊 身体啊 就碎裂 碎裂的时候呢 这时候这个阿弥陀佛 就现身 阿弥陀佛现身 他来提醒他 你这个时候 一定要回到你过去发的愿 你的本愿 你要再提起你过去 九远节以前 在发心的时候 你所发的那个誓愿 你只要再回到你的本愿 你就好了 所以阿弥陀佛呢 就提醒他 就他发了这个愿之后呢 他身上就 这个碎裂的就变成什么 牵手牵眼 就是啊 我又再回到我过去 要发愿 广度一切众生的誓愿 所以我们会看到 这个观音菩萨 不是头上都会戴着一个观音帽 这戴着观音帽呢 其实头上顶了一个 这个阿弥陀佛像 这就是要感念 阿弥陀佛在这个时候呢 提醒他 提起过去的这个愿 可是你如果过去没有愿 阿弥陀佛怎么说 说赶快提起你过去的愿 你一定都想不起来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们常常说 那个祝念祝念啊 是不是我去超度你 是你自己本来就已经有正念 是不是 要帮助这个要落难的人提起正念 可是你过去都没有正念 你怎么提 你就会说 我念不出来 我想不起来 是不是 所以呢平常这发愿 很多时候呢 我们不知道发愿要做什么 可是发了 其实在发愿的过程中 它其实在引发我们自己 过去的那个种子 是不是 过去一定有发 只是你忘记了 藏在不知道藏在哪个地方 所以这一生呢 又遇到佛法 能够遇到佛法 一定就是过去宿愿嘛 是不是 那我们刚才讲 巨生的 我执 巨生的 发执 巨生的是怎样 就是外面有邪教 邪音缘 对不对 可是你如果里面没有邪 你怎么会相应 好那同样的 外面有正音缘 正教 你如果内在没有正音 你也不会相应 是不是 你要遇到正法 能够有正性 那你是自己过去 一定有很清静的正愿 才会有 所以这一生呢 我们在修行 其实是延续自己过去的愿 然后再继续 依着这个基础 再让它更增上 所以呢 这边就是 叫做诸佛受祭嘛 所以你修修修修到这个地方呢 巨生我执 巨生法执 都没了 永福 好那剩下就是等着成佛了 好 成佛就是种子永断了嘛 好那还没有之前 到八地已经很厉害 就是在这个地方很厉害了 好那到九地呢 叫上会地 若为诸佛所受祭 则一切佛献其前 若一切佛献其前 则了神通生命用 若了神通生命用 则为诸佛所依念 若为诸佛所依念 则以佛得之庄严 所以这时候已经接近佛 是不是 万得庄严 好万得庄严 然后到了第十地呢 就已经是佛的境界 所以十地这个地方呢 又分成 他要讲佛的境界 要成佛 那你怎么去 观察这个佛的庄严 他就分成五个部分 五个部分呢 他先讲什么 佛的身口意 叫做三叶 佛的身口意 佛有什么 三十二相 庄严的三十二相 有没有 若生谎耀如金山 则相庄严三十二 我们上次有讲过三十二相 我们也有佛的相 也有眼睛 可是没有像佛的眼睛 此眼 对不对 我们也有佛的鼻子 可是我们是肉财鼻 有没有 佛的这个嘴巴呢 他所讲出来的叫广长舌相 那我们也有长舌 对不对 可是呢 佛所的广长舌是 杜众生 说法无碍 我们的长舌是挑拨离间 然后讲到让大家 通通都起烦恼 所以呢 这个三十二相当中呢 如果你有具备其中一相 那表示你过去呢 也跟佛一样 有修过这个 所以是向好的因 那过去向好的因 就是什么 其实就是福慧 修福修慧 那三叶书圣呢 在佛的这个向好里面呢 先讲深夜的书圣 然后呢 再来就是 谁样 佛身有光明 所以这个 人见到佛呢 就感受到不可思议 叫佛光普照 佛光普照 那以前有一个 优波局多尊者 这优波局多尊者呢 他是叫做无向好佛 他是禅宗祖师里面第四位 那第四位呢 他出生的时候呢 离佛入涅槃 已经一百年了 那人家都说他像佛一样 具备有佛的功德 那他真的很会度众生 他就去挖了一个山洞 挖了一个山洞 他每度一个人 每度一个众生 他就丢一块小木片进去山洞 然后呢 直到填满了这个山洞 就是他这一生的愿力 那那个洞很大 不是像我们在挖两个洞 放三片就满了 对不对 那洞很大 所以他就度众生 而且他度众生不是 我唱首歌给你听就度众生 他还是要度到这个人 正到阿罗汉 才叫做度众生 所以这么厉害 他标准那么高 那这样子我们 以这种标准 我们这一生没有度到半个 连自己都度不动这样 那他就是这么厉害 所以大家都觉得 他是像佛一样 因为佛陀以前也这么厉害 佛陀有一次 讲经说法讲完 他的脸色就不太好 阿难说 佛陀你不舒服吗 他说没有 我今天讲法讲得很失败 他说怎么会失败 大家都很欢喜 他说 大家只有正道出国 这样叫做很失败 昏倒 以前都怎样 听了之后都是 出地 二地 三地 四地 就是菩萨 结果这一次 讲得大家都很明白了 有证见 有证信 结果佛陀不满意 他说我这个功力有退失 对不对 那表示佛陀说法就是 无量众生发菩提心 好 那优不局多的 也有类似像这样子的功德 那大家都说他很厉害 可是他的心里面就想 我再怎么厉害 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见过佛 我想要知道佛陀到底 是怎么样厉害 然后他就去拜访一个 那个120岁的老比丘尼 那120岁老比丘尼 表示他活的超过120岁嘛 是不是就是在120岁 所以超过佛的那个时间岁 他有遇到佛 有遇过佛这样 那他听说他有见过佛 所以他就去拜访他 结果这个老比丘尼有神通 所以他就知道这个优不局多 今天要来拜访他 就在那个门上面 门的上缘 就放了一碗满满的油 放满满的 为什么 因为就是要让那个开门 然后就掉下来这样子 就是有一点恶作剧这样 其实他要测试 优不局多的定力 一个有定力的人 就不会出手出脚 所有的身 如果你像佛 你的举手投足 都不会乱来 是不是都是很安详 而且呢 持戒 持得呢 你的行 一定是非常细心 所以这优不局多呢 一开门的时候呢 那个上面的那个油呢 就滴出来一滴 只有滴一滴 如果是我们就整个翻下来 对不对 他只有滴一滴 这老比丘尼说 太惨了 太糟了 太烂了 太没水准了 太层次太低了 就在那边洗洗粘 那优不局多呢 就觉得哎呀很惭愧 他说我还滴出一滴 真的实在是 然后呢 那个老比丘你说 还说什么尊责 你的这个一滴 如果是同样的这个情境 我叫那个 什么佛陀的弟子里面 最调皮的那个六群比丘来 他连一滴都滴不出来 都不会滴出来 那佛陀那个六群比丘 是专门捣蛋的 所以佛陀治那么多戒 都靠他们 每次都出去回来 就有人来告状 所以佛陀每次呢 有人告状就 好啊集合 下次不可以这样 下次不可以那样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戒可以吃 都靠他 这一群比丘 就常常在作乱这样 要么就是吃饭 在那边打来打去 要么就是吃了不满意 还去跟人家批评 批评菜色 所以后来呢 那个居士就觉得 哎呀供养这一群 一直来跟佛陀申诉 说你管教一下你的弟子 那真的是有一点无法无天 那老比丘尼说 连他们这一群最头痛的 这一群分子 他们来开这个门 都不会滴出一滴 你就知道那个叫做成度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呢 诱伯举多就很感动啊 说哇 原来佛真的是这么厉害 他就很虔诚的顶礼这个 老比丘尼 他说可不可以告诉我 佛陀那个时候的状态 那他就讲第一个 我举几个例子你就知道 第一个呢 佛陀那个时候的水啊 跟现在的水质比起来 完全不一样 那个佛陀的 那个时候 那个时代的水呢 喝起来就是醍醐 上味 现在的水呢 喝起来叫做什么 这漂白水的味道 有没有 是 现在的水 但是优伯举多 那个时代还是很不错 很不错 但是呢 水质就有差 第二个呢 我曾经看过佛 佛陀从门进来的时候呢 从那个城门进来 是大家都来看他 那佛陀有身上有佛光 我亲眼看到 在我旁边的那一个 驼背的人啊 佛光一照 他就直了 这么厉害这样 是不是 你没有办法想象 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看过 我们看到的都是假的佛 有没有 要么就是骗人的 有一个人说 他是真佛 他是这一世 这一生的 第二尊佛 第一尊是什么 释迦牟尼佛 他就是第二尊这样 然后写了很大一篇报导 贴上他的照片 很多人崇拜他 看到那个照片说 这佛怎么那么丑 大胡子 然后那个头发 还说他是佛 一看就觉得很不像 是不是 那至少你试的话 也要有三十二像 是不是 那你如果不是 那你凭什么说你是佛 所以呢 若像庄严三十二 是不是 他至少就是 有什么 身上有长光 有光 然后呢 有像好 人见欢喜 说出来的法 无障碍 好 那这个就是殊胜的 佛的功德 到十地菩萨就有 到十地菩萨 好那再来呢 这个佛的三叶 苏圣 有身 的苏圣 是不是 度众生 能够怎样 有无量的神通 所以这时候就有千百亿化身 好 千百亿化身 就是他身业的苏圣 然后再来呢 还有智慧变财 就是口业的苏圣 是不是 可以说法 口业的苏圣 眼说不可思议的法 然后还有什么 第三个叫什么 异业的苏圣 是不是 你的智慧无量 好 所以前面是深业的苏圣 好 光眼无量神通 然后呢 千百亿化身 都是能够度众生 然后呢 语言三昧 可以眼说不可思议之法 然后再来 异业的 异业的 不可思议的智慧 无上的智慧 好 如果我们不知道 什么叫做佛的智慧 你就读这个 华严经 好 读华严经 你就会发现 佛陀都没有讲稿 他怎么可以讲得这样 好 那我们是因为 是不是因为参考 那个古德的注解 寒山大师 他把这个 这一段 做了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 分段 乃至于做了这个注解 那如果古德没有这个注解 我们是不是就是这样念念念念完 只是知道很多很多很大的功德 所以也不知道这里面原来是有层次的 好 所以佛陀的说法呢 他是有层次 有逻辑 而且前后呼应 好 那在前后呼应的这个过程中呢 还可以成就每一个人的功德 他是度众生不是只度他能度的 他是所有的众生都能度 好 广度 那光是这样子就知道他的智慧跟慈悲 智慧就是他能够让众生得到最究竟法 是不是 好 那慈悲就是他无遮 好 什么人他就普度 好 那我们的智慧呢 不够 即使 有人要来 让我们度 我们还不一定说得通 是不是 讲不清楚 好 然后呢 这个道理呢 讲得很好 可是大家也没有发起 殊胜的心 好 有时候说 有理 讲不清 好 那这个就是智慧不足 好 然后呢 即使你有理 可是呢 没人想听 这个就是 慈悲不够 就是人缘不好 好 所以要有福 又要有慧 那佛陀因为呢 不断不断的广结善缘 所以呢 他的众生呢 群众是无量无边 好 而且最重要的是 每一种层次的众生 他都能够找到他能够修的法 是不是 各找到他的位置 各有他的发心的位置 那这支佛陀度众生的书圣 所以实地菩萨呢 已经叫做有身口意三页书圣 这一段有八句 好 那我们下一次 再把后面的部分 把它做完 那大家回去呢 可以对照一下 因为他这个 我们这个科会表 他在这里 52页的这个所句行为这里 他就已经把这些祭语 他这一句就有四句 所以如果他讲一句就是表示 就是这个 譬如说这个绿色的这四句 就是一句 一句 那如果一句半就是 半句 半句就是两句 这样了解吗 所以你可以对照一下 他这其实都有把经文写在下面 辨所俱行为 那这下面呢 就是有括号 有没有 括号若为若得若长 这个就是经文 他括号 那这边 他就会有一个 这个 科会 就是他有做一下 这个大纲 那这样我们就会 一目了然知道 他这一段是在讲什么 好 那我们下礼拜呢 就会讲到十种三昧 十种三昧 那大家可以 就是对照的这一本 那这样子就会对华严经的架构 更清楚 好 我们今天呢 就先讲到这里 来回向 愿我无敌意 无危险 愿我无精神的痛苦 愿我无身体的痛苦 愿我保持快乐 愿我的父母亲 我的导师 亲戚和朋友 我的同修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在这寺院 的所有修缠者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在这寺院的 比丘 比丘尼 沙咪 沙咪尼 善男子 善女人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我们四字句的不施主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我们的护法神 在这寺院的 在这住所的 在这范围的 愿所有的护法神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一切众生 一切活着的众生 一切有形体的众生 一切有名相的众生 一切有身躯的众生 所有圣者 所有非圣者 所有天神 所有人类 所有苦道中的众生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一切众生 脱离痛苦 愿他们不失去 与正当途径 所获取的一切 愿他们依据 个人所造的因果 而受生 上至最高的天众 下至苦道中的众生 在三界的众生 所有在陆地 生存的众生 愿他们 无精神的痛苦 无敌意 愿他们 无身体的痛苦 无危险 上至最高的天众 下至苦道中的众生 在三界的众生 所有在水中 生存的众生 愿他们 无精神的痛苦 无敌意 愿他们 无身体的痛苦 无危险 上至最高的天众 下至苦道中的众生 在三界的众生 所有在空中 生存的众生 愿他们 无精神的痛苦 无敌意 愿他们 无身体的痛苦 无危险 回向功德 愿此功德 众善根 累世冤亲 同参恩 由私解脱诸苦 共振菩提 度有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